這個 剛才就是吃飯嘛 然後結果吃完之後覺得有點不夠 然後我就 就倒了一罐牛奶喝 但是 結果台湾像我昨天買的新買牛奶 就是它一大桶 很便宜 它一大桶只要10剎 就是台幣82塊 大概兩公升 然後 結果是優柔乳 結果它不是牛奶 但是 這個比翔中好很多 就是它喝起來奶味會很重 然後 反而喝的跟台灣感覺不一樣 我是覺得這個比台灣好喝 然後這邊最便宜的水果就是香蕉 然後這邊香蕉大概都一天吃一吃 因為這邊最便宜的就是香蕉 香蕉和蘋果都很便宜 然後這邊的水果物價 因為這邊的很多東西的物價好像都是 看說這個東西在 就是運過來到底困不困難 只要運過來是簡單的東西它就很便宜 運過來是難的 因為當地其實幾乎沒有產任何的 沒有產任何的東西 就是 包括比如說 你七八斤什麼的 你要買當地品牌其實也沒有很多 但有一些都沒有很多 幾乎都是外國的 然後 你要買日用品什麼的 有些東西 就是 他們好像完全幾乎是沒有工藝的 所以 東西價格就蠻奇怪的 就是你會覺得它的 它什麼東西貴 什麼東西便宜 是不一樣 是跟台灣是差很多的 然後這個香蕉今天剛好去超市 因為我要去買拖把什麼的 它那個大打折 然後一公斤的香蕉是一塊 好像一塊八左右 因為一般大概一公斤香蕉可能是四塊五塊 因為一塊八大概就是 十五塊左右 一公斤的香蕉大概十五塊台幣 然後所以我買兩隻大香蕉才 才1.5塊 超級便宜的一個東西 然後你開口的感覺 一塊就進去 現在到10塊 八深 四塊 八嵐